希望把剛剛那個檔案有沒有 第一步呢 做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 上面先幫我把它的成績 就是 總共有四個欄位資料 先幫我讀進來 然後我就把 其實這個上面最簡單的方法 應該全部讀進來 用Read就好了 Read讀進來 可是問題 如果你用Read讀進來 底下要做什麼 它的國文總分平均 多少的話 做計算 如果你用Read的話 那會有個問題 就剛剛一樣 你沒辦法針對 它的成績 做個別的計算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還要把它切割 所以Read 雖然很方便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沒辦法做 細部的那些資料 的取得 所以怎麼辦呢 第二個步驟怎麼樣 便你 勢必要用Read讀 Read讀之後的話 跟剛剛一樣 做什麼呢 一筆讀進來 做切割 那切割的話呢 當然 切割完之後 第一個一定是 它的姓名 再來的話呢 分別就是它的什麼 國文英文數學成績 那我們有這些資料的話 才有辦法做底下的總分跟平均 OK 另外的話呢 如果我後面還希望 第三個階段就是什麼 我希望除了做總分跟平均之外 我希望呢 做出什麼 還有一個 哇 這個很難 國文的最高分是誰 國文最高 最高分很簡單嘛 你用Max就可以 如果你把國文那個部分 全部的成績都放在一個串列 你用外面包一個Max 就是最高分的 但是比較難的是 我還要想要知道說 最高分的人 那個人是誰 所以姓名後面要把它加上去 這個就比較困難一些些 這邊的話方法很多 你可以用那個邏輯判斷 另外你也可以用裡面的內部函數 其中有一個叫Index Index也可以辦得到 Index有點像是Excel裡面有Index 取出它其中的一個資料 那個位置的話 剛好會跟最高分是同樣一個位置的資料 只是說怎麼敘述 所以這個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也許分幾階段 最後的話 Final的結果 就是要跟14頁這邊一樣 把資料列出來 讀過來 然後最高分 平均 總分平均最高是誰 總共會有三個成績 分別列在底下 的一個報表 OK 要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思考一下 那我們也先休息一下 好 待會再來看這個部分 也許可以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先讀進來 第二階段呢 計算總分平均 那會有三顆 三顆的總分平均 可是要怎麼做 第三階段呢 再加上各顆的最高分 幾分 然後呢 名字 是誰 OK 所以有點像 就是一個原始資料讀進來 然後處理完之後 出出一個報表 那其實 大體上啊 我們未來需求就這樣 其實你會發現現在很多那個 像POWER BI 背後就做什麼 或樞紐分析表背後做什麼 其實就做這些啦 資料先取得 做資料的整理 之後做分析 分析之後輸出一個報表 那未來啦 最理想是直接把圖也做出來 有沒有 樞紐分析圖 最高分最低分 然後把那個圖給做出來 比如說各個占比啦 各個高分低分的那個 或者是未來趨勢圖 可以把它畫 不過我們現在這個沒有那麼複雜 只是基本的一個 這個這個計算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地方該怎麼做 比較簡單 那當然呢 這種解法 哇太多了 不是只有單一的 只是說要怎麼寫 會比較簡單 那當然這邊 勢必還是需要用到所謂的串列 因為如果你沒有用到串列的話 那基本上 這就很難了 OK 試一下 今天希望看到的結果 就是長得像那個 我們雲端 這個上面這個 第一階段 那當然上面這個資料怎麼 也許分兩階段 上面這個資料 這樣比較簡單 第一個 把它全部讀進來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上面這個畫面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用READ就可以了 就是在FOPEN OPEN的路徑我用絕對的 那這個路徑的話 我剛好講過 C貓號斜線底下這個DOWNLOAD 然後 檔案名稱的話 如果你怕那個檔案名稱會 因為這個檔案名稱有點 比較特別是中間有空白 還有一個減號 如果你 假設你怕那個檔案名稱 做錯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也是一樣 我是建議你乾脆 好啦 用複製的方法 再把它貼上 這樣的方法保證不會錯 因為之前也有同學打錯檔名 因為看起來好像沒有空白 少一個空白也不行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複製貼過來一定不會錯 OK 不要相信你每次都會打對 其實很難的 OK 所以 我是比較推薦你用複製貼 然後READ 後面的話 因為我剛剛已經怎麼樣 把它轉檔 所以 特別是按右鍵 你可以用那個 記事本開的話 那因為我目前 剛剛已經把它另存新檔為什麼ANSI 所以後面就不用encoding 可是如果我今天 假如我把它改成UTF8的話 再把它存檔 那你會發現 如果我現在執行 它應該會出現錯誤 什麼錯誤呢 他說CP950的那個編碼方式錯誤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怎麼樣 你就必須在後面再加一個作點 什麼呢 encoding 等於什麼呢 UTF8 OK 這個部分 當然如果你實在背不起來 不然你就是拿那個 拿那個 我們雲端上面蠻多地方 對我這一段程式嘛 然後把它執行 這樣的話呢 第一個上面OK的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計算什麼 計算它的底下的部分 就是國文的總分 平均 那國文總分跟 國文英文數學 總分跟平均的話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你是用Read是全部讀進來 它是一個字串 那你就沒有辦法怎麼樣 分別個別取出 它的什麼成績出來 如果你要能夠個別取出它的成績出來的話 該怎麼辦 OK 就是這 如果你可以把它分別取出來的話 才有辦法去計算它的總分 跟它的平均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剛剛好 取得一個 串列 這個串列就分別for國文的 那國文就怎麼樣 把這些成績怎麼樣 分別放到一個串列裡面 就是這個 第一個80分 把它Append的進去 58分Append的進去 50Append的進去 那其他英文數學 都用一樣的方式的話 那我們就才有辦法做到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你需要見什麼 分別見國文英文數學的 所謂的什麼呢 所謂的串列 當然姓名也順便放進去好了 所以我們會有四個欄位 那這個四個欄位 以前我都會取四個名稱 那我想說 這串列名叫做 List的底線Name List的底線Chinese List的底線English List的底線English 後來發現 取下名稱好長一串 然後後來我就想到 在Essale裡面呢 它其實給了我還蠻多靈感 如果你把這個資料 放在Essale裡面的話 第一欄是什麼欄 對呀 所以我就乾脆 後來我就取名 第一個就是A 第二個就B 第三個就C 第四個就D 我發現這樣好簡單哦 有沒有 以後通常ABCD 那因為剛好我們用Essale 用的還蠻習慣的 所以以後 所以你會看看 為什麼老師你的取名稱 叫ABCD 因為這個靈感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Essale 那我必須建四個欄位 所以寫的方法 特別注意哦 我們底下 就是底下 我先因為這個層次有點 冗長啊 所以我就直接把 底下的部分 先寫好 然後逐一讓各位知道一下 第一個的話一樣哦 我需要先把什麼 把那個 這個哦 呃 檔案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一樣是用realize 先放在list1裡面 OK啊 所以你會發現哦 假如說我底下 把它print了出來 print list1的話 那這裡面放什麼 底下我先把他註解一下 那你會發現哦 就是把個別的這個資料 分別就放在這裡 所以把它print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哦 裡面 誒 第十一 read light 裡面 上面這個 這個 這個 哦 對哦 它如果 如果說已經把它read的時候 它裡面就read read不到東西了 所以這個可能不能兩用 不然的話 你可能另外再起一個變數 那把它print 把它試一下 你會發現哦 這個時候的話我就分別什麼 把這個 就有點像剛剛我們在處理那個member那個蠻像的 然後面一定還是會帶一個換行 所以第一個 就是index0的話就放這個 第一個人的資料 包含就是它的名字 國文 英文 數學 所以怎麼辦呢 第一個讀進來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分別切開來的話 那我底下哦 就增加了四個 OK 四個這個串列名稱 那分別什麼 叫ABCD 那特別注意哦 我這邊寫的方法 以前如果比較標準的寫法應該寫的那樣 A等於這個中瓜糊 A等於中瓜糊 然後再來 B等於中瓜糊 C等於中瓜糊 變成說呢 以前的寫法變成要寫 總共會需要四行 那這樣寫我就覺得合理啊 這樣寫感覺 而且就空一大 空白處 我就覺得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程式寫得精簡一點 後來一查 發現原來 其實它可以這樣寫 但有些地方可以 有些地方不行 那以後如果說你有很多藍的話 你就寫這樣 A到點B到點C到點D有沒有 然後後面分別哦 特別注意哦 我剛才想說 那是不是我就給一個 啊不行 你一定要怎麼樣 分別個別給它空白的串列 這樣的寫法 我建議可以把它記起來 不然的話以後如果你的藍數也很多 像以後裡面一堆藍對不對 你要把它放在Python裡面處理的話 那你當然前提你要先建串列 那如果你要建串列 不是假設它藍數非常多的話 那你豈不是要這個 產生一堆的空 一堆的這個空的這個中瓜 用這種方式寫就感覺非常的集中 而且用ABCD 就是對應到藍位 那其實還蠻好理解的 第一個哦 我們建了四個空的串列 A藍就分別放姓名 B國文英文數學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底下要做什麼 底下的話 如果我不要用Read的話 那我就可以直接 假設我不要用Read 我就是先Print 一樣 我就一邊一邊讀 一邊也把它做切割 所以我先Print什麼 Print上面的藍 因為將來如果你用那個 這個 讀取的話 我們 成績部分呢 只有在 藍位名稱沒有 在1開始 所以我底下的回圈的話 我就從1開始讀取 讀到哪一個開始呢 讀到那個 它總共最下面 那你想說老師 你為什麼0不讀 因為0的話 裡面沒有成績 所以從1開始讀 所以我上面多一個藍位名稱 那再來做什麼呢 就分別把它做切割動作 切割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 我是Print的什麼 Print這個List 裡面 因為後面會帶一個 這個所謂的換行符號 所以把它Strip掉 所以第一個 先個別先把這個東西 當然不是從這邊 因為這裡沒有成績 所以把這個拿出來 這個拿出來做什麼呢 先放在這邊 把後面的換行拿掉 那裡面的話就放個自串 第二步的話做什麼呢 再把這個東西 我剛剛講過 用那個Splitter 有沒有 所以我就上面這一行是抓到這個 下面這一行的話 Splitter 豆點意思說 再把它做切割 所以切割之後的話 那如果我要把劉曉華放在A的話 把80分放在B 85分放在C 75分放C的話 那底下我就分別 寫A append B append C D 意思是說分別怎麼樣 一個羅波一個坑 把A B C D分別放到 那個A B C D的那個 這個這個串列裡面 特別注意喔 底下有一個比較特殊什麼 A裡面呢 我沒有轉型 但是喔 B C D 前面一定要加int 為什麼 因為你切割完之後 Splitter之後一定是文字 前面好像遇過嘛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把它轉成數字之後 再放進去 因為如果你沒有轉成數字 放進去的話 那將來你要sum它 有沒有sum 那就出錯了 因為文字是不能做加總的 你一定要是數字才能加總 OK 另外的話 D會多一個東西 因為D切割完之後 它後面會多帶一個 這個換行 所以有沒有 就把它怎麼去掉 這個剛剛也有講過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前面那個通 你這邊應該也比較通 那這一題相對的是複雜很多 為什麼 因為變成說你又有四個欄位 OK 分別要處理 好 那如果我資料已經分別 放到A B C D之後的話 那再來可以做什麼 最高分 所以底下的話 我就print print什麼呢 一條那一槓 一槓這個線條 然後做什麼呢 這邊的話 我一樣先把它個別的資料 先print出來 然後呢 再來針對 這個國文 英文 數學做什麼 print的話 我特別需要 我這邊用format 因為我將來希望輸出 國文總分 它裡面放一個是整數 所以呢 大瓜胡 意思是這邊 放個 國文的總分 一定是整數 那平均的話 我希望放什麼 放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有沒有 大瓜胡 然後 然後 後面的話 我就加什麼 加上那個什麼 一個點format 這個前面有講過了 所以我就大概講一下 format format format的話 因為前面的話 有兩個 大瓜胡 所以你必須帶兩個東西 帶什麼呢 先把什麼呢 把那個a幫我加總起來 所以sum 因為sum針對的是 串列才可以幫它加總 所以我就把它 放一個總分加總的結果 放到這裡 讓它一個呢 豆點 所以format後面加一個豆點 那怎麼做平均 平均的話 平均的話 就是 你的總分 除以什麼呢 你裡面有幾個 所以除以 所以後面的話 你就再加一個除 除以什麼呢 len 算算看裡面 有幾個人的成績 那就直接把a放進來 總分除以它裡面幾個人 那就平均 那把這個計算的結果怎麼樣 再塞到這個平均的地方 取到小月份第二位格式的話 最後的話呢 再加個後瓜胡 這樣就完成了 那 國文的總分 英文 數學 就分別也可以輸出了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好把它print 最後結果 這個我把 這邊print先把它關掉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 最後輸出結果 看會不會達到我要的這個目標呢 那看一下 出錯了 哪個地方錯 哪個地方錯 在這裡 啊 不對 應該是B才對 OK 所以 應該是B A的話是姓名 OK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改正確 好 執行一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中間 哪個B中間 啊 這裡 這裡 這個不行 那其實LEN 即用A也可以啦 因為他們總數都一定一樣 好 這邊執行一下 好 各位可以看到 秀出來的結果 那就會是看到了 其實你會發現到 這邊為什麼會多print一個 這個 欄位名稱 因為這邊我們因為 要append append append就是欄位名稱 我就不抓了 所以我就手動先 輸出一個欄位名稱 然後分別把每一筆資料 先print了之後 再分別抓它裡面的資料 放在A欄 B欄 C欄 D欄 最後的話呢 就可以計算我要的結果 OK 應該可以理解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剛剛做的動作前面都教過 有沒有 像我們strip去掉後面的 像split也都有 OK 只是說這邊變成是多個欄位 難度又向上提升了 將來很多時候都會用這種方式 因為外部來的資料 你不能說直接把它全部讀進來變自算 那沒辦法做計算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非得要看裡面有幾個欄位 幾個欄位你就見幾個欄位 然後分別把那些資料 塞到那一個欄位裡面去 你才有辦法做加總 跟做到平均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但是這樣還沒結束 後面還有第三階段 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除了說知道國文總分平均之外 我還希望國文最高分幾分 那當然你可以簡單的方法 就max 有沒有 最高分就max 但是最難的地方就是 最高分的人是誰 最高分的人是誰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之後 好像周一百合 只欠北 二百合 三百合 三百合